2022年一时,马斯克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番吓人的话 预测宏观经济是具有挑战性的 我的直觉是大衰退会在2022年春季或夏季左右 但不迟于2023年 没有论据,只有直觉 如果是因为经济学家如此发言 只会被人骂成不学无术 但马斯克觉悟这方面的顾虑 他在推特上说过要去当网红 说过50%的推文都是在如厕时编辑 他今天说,某特币会大涨 然而过几天就能反狗说他污染环境,过于消极 但不管马斯克说什么 都有一大票铁钟粉丝毫无保留的相信他的话 粉丝们相信,不是马斯克会信狗开河或食言而肥 而是外界环境发生了变迁 或者是人们没有get到马总的威严大意 说来也奇怪啊 东西方最能白货的人为啥都信马呢 那经济危机到底会不会在2022年到来呢 华博士只能说,经济危机一定会来 只要人类社会文明没有达到能在宇宙中采写 无穷无尽的能源和资源的地步 经济危机就必将永远存在 就像有白天就有黑夜 这是无尽的循环 但要说经济危机肯定会在2022年到来 确实也只能脱辞于直觉了 因为没有任何经济模型能准确预言经济危机的到来时间 全世界几十万的经济学家历来能准确预测某一次经济危机的人 不管这个人是不是纯属瞎蒙 都会在预言成真后被捧上神坛 后半辈子随便找代笔写本书就能躺平赚钱 西方经济学家有句话 叫做上帝也没有办法预言经济危机 所以马斯克的话大家听听就好 如果非要说有依据那就是全世界皆知 由于美利国近几年彻底撒欢放水的缘故 全球泡沫确实很大 这个泡沫会破 然而是今年破还是哪一年破 谁也不敢说 唯一敢确定的是 尽管经济危机之下所有的国家都不会好过 但咱们国家拥有最多的人口 一应俱全的全产业链 以及最强的凝聚力和勤劳的品质 就算真的有经济危机 咱们也不会沦为躺平者 而一定是拯救者的角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